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Isabella 我是一名时装设计师 小时候因为对着学校的老师多 第一个梦想都是上一名老师 因为我小时候 家里都是做服装制造业 会经常在工厂走来走去 也很受我妈妈影响 因为她年轻的时候 也会做很多服装设计 和她会做衣服给自己 因为她是一个跳舞的表演者 受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慢慢到中学的时期 就开始对服装设计有形式 和觉得想继续在这条路走下去 其实我现在的梦想 也是逐步地实现中 因为现在也有帮很多澳门艺术师 做他们的造型 帮他们设计他们的舞台服飾 还有可能香港那边有某些艺术师 都会选择我们的鞋的设计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做一个时装设计师 是一份很glamorous的工作 可能是穿得很漂亮 什么都不用想 只是画个图出来 就已经完成了 其实可能中间 有很多周围跑来跑去 可能要去找布 找配料 和和你做的师傅去夾 可能从中都会遇到很多困难 和很多阻碍 都要不断地去克服 和不断地去试 不断地去改进 才可以做到一个好的成分 让别人欣赏 其实对年轻人的建议 其实真的不要浪费时间 现在你有你的梦想的话 不要觉得自己年轻 可能连几年可以再去做 其实梦想是要不断地失败 不断地经历不同的考验 才会成功 真的要珍惜自己的时间 不要浪费 要不断地坚持 不要错过每一分每一秒 大家好 我是Isabella 我是一名时装设计师 李宗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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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护ilar 我改 author